去年五月知名的反中鷹派人物 前英國首相特拉斯訪台 吳釗燮習姿姿的陪同款待 這場出訪 我方遠景基金會等單位 還花了350萬元請他來 不過特拉斯遭踢爆 去年八月協信給英國政府 蹲出賣掃雷武器給大陸 當時英國戰略研究所警告 要審查對大陸武器禁運 因為這批掃雷武器 不只可能被拿來入侵台灣 甚至軍事鎮壓 特拉斯前腳走 後腳卻遊說英國賣掃雷給大陸 代表什麼意義 就是被人家騙了 被國際級的騙子騙了 因為台灣買了M136火山布雷系統 去年來訪台的時候 做類似的推銷 但是我們不需要 那他就轉向中國大陸 所以被人戰場主角的效果 完全上市 外交部說350萬是 遠景基金會出的錢 還這麼回應 他對台灣的支持 我內各界都看到 媒體披露的信件 一件事歸一件事 網友炸鍋狂轟 你跟人家談感情 人家是兩邊做生意 要你的命 專家破轟 我方不該唾面自乾 被人利用 還說沒關係 你不知道你武器賣給中國大陸 可能用來打我嗎 那我當初你跟我要的錢 你起碼還給我 你被人家騙以後 就摸摸鼻子以後 以後還為人家繼續騙 外交部說 350萬是遠景基金會出的 但一旗底 現任的董事長陳唐山 是扁政府時期的國安會秘書長 明義看似財吞法人 專家說實際上卻是國安局的外圍組織 替政府邀請國外政要來台 像是花470萬兆 龐佩奧訪台和裴洛西來台 都是由遠景邀請 但錢卻是出自全民 重點是連邀請對象的背景都沒搞清楚 看看當初特拉斯和大官的笑臉 再想想他回頭去賣攻台的掃雷武器 從裴洛西到特拉斯 錢是花了 台灣到底得到了什麼東西 記得張宥慈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